今天骑士进行了常规赛的比赛,而他们对阵的对手就是森林狼队,其实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,一边是去联盟第一人詹姆斯,另一边还处于矛盾中,虽然最终骑士输给了森林狼, 但乐福在本场比赛,砍下了25加19加7的数据,这样的表现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他当年的风采,那么在过去四年,詹姆斯到底有没有阻碍乐福的发展呢? 当年在乐福加盲骑士之后,他就彻底成为了骑士队内第一被锅侠,即使他在这几年帮助球队拿下了总冠军,但他的表现一直都被质疑,许多球迷怀疑他以前的数据都是刷的, 因为他在詹姆斯的身边,他的防守能力的球风就被球迷诬陷放大,但这都是因为乐福自身的防守并不是很出色,来到新萨季之后,乐福成为了骑士队中的主要核心, 在后詹姆斯时代,乐福最需要做的就是帮助球队年轻球员迅速成长,和带领球队拿下更多的胜利,但目前乐福带队遭遇了两年半,虽然他在第一场砍下了21加7,在第二场又砍下抗25加19加7的数据,然而他的带队并没有拿下躲过多的胜利, 这也证明乐福一旦回到自己的篮球体系,他的得分确实没有任何问题,但他的球队战绩或许会下降不少,当然要说,是不是詹姆斯耽误了乐福? 我认为这个说法应该是错的,因为詹姆斯就是一个自带体系的球员,在这种情况下乐福在这个体系中会打得非常轻松,这也让他拿下了一个总冠军, 这也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个荣誉,而目前乐福最需要证明的并不是数据,而是他的带队能力,所以要说詹姆斯耽误了乐福,我认为是不准确的,因为我们并不能用数据来衡量一位球员,我们应该用带队能力来衡量。